大军啊 家伟现在不在了 愿意跟我干吗 有钱就敢 会用刀吗 会用枪 老大 这你可得谨慎 他什么人咱们不清楚 到底是人是鬼 你怎么知道 你是人是鬼啊 是他们哪有你说的 家伟 大军 大军 坐下坐下 坐坐坐 大军 坐下坐下 大军啊 大军啊 现在只有熟人靠不住啊 只有熟人才能杀熟 妈的 那帮小子出卖了我 讨好了条子 大军 你愿意跟我干吗 你愿意跟我干吗 我亏待不了你 我亏待不了你 谢老大 老大 我心里有熟 我心里有熟 什么事 我明天有点事想跟您请个假 明天不是约了胡总要谈合同的吗 你请什么假 是 岳城她姐姐的病确诊了 什么病 白血病 白血病 她姐姐怎么会得白血病呢 明天 岳城要去做配型试验 我想和她一块去 那应该 行 那你明天下午不用来了 你好好陪岳工的姐姐去看 完了有什么需要我这帮助的请随时给我电话 不要跟我客气 好 谢谢王总 再见 岳城的姐姐得了白血病 你说我说什么来着 只要对阵下药就一定能收到奇效 王先生 您想过没有 万一岳城配型合适呢 通常情况下姐弟之间的配型成功率是百分之二十 即便有这百分之二十 我在医院里还留了一手 难怪 难怪有人说您是叫于高少 哪里没办法 都是让他们给逼的 你看我给你说过多少次 你的伤都还没好 你说你老喝酒 这不利于你的愈合 酒就是要 这岳工呢 岳工请假了 请假了 太不像话了 请假了 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 他家里好像出了点急事 这不您不在吗 他就跟郑院长说了 院长同意的 你说他一个大光棍儿 家里能有什么急事 这正是要劲的时候 他动动就请假 那想不想干 请问一下 结果什么时候能出来 两三天 等结果出来会通知你的 好 谢谢啊 月长 姐 醒了 你不是一直怕我找不到老婆吗 小程 你瘦了 姐 你不是一直怕我找不到老婆吗 受点好啊 帅 我现在不担心你找不到老婆了 我现在担心 看不到你婚礼了 姐 可不许胡说话道 别骂我了 我知道我自己的病 姐 你别忘了 这还有个结实的弟弟 在帮我给你撑腰呢 骨髓啊 那会有的事啊 别担心啊 这等你病好了 你得帮我带儿子 带孙子呢 我就知道 我这杯欠你的 伺候完了你 还要伺候你儿子 孙子 那谁让你把孩子带得好啊 你带孩子我放心啊 你看 个个都像我这样的 又聪明又能干 但是别人家羡慕去罚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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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批货就要到了 像在海昌这个地方 太不安全了 我们得想办法 把货从外面带进来 老大 您的意思是 用别人的码头 越完码头怎么样 越完码头 那可是已经出了海长了 那是海子的地盘 不过没有办法 我们只能用别人的路 走自己的货 带上家伙 袁老板那尾货 你去取一趟 好 带上他 带上他 这个人底绣 我还没摸清楚 心里不踏实 万一是挑死吧 是不是挑死 我一试就知道 志军现在在西郊渔港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 他都没有动过地方 这很可能是前老大的一个落脚点 刚才志军发了一个空白短信 证明他一切顺利 看来他已经得到了前老大的信任 你说 他们能在那干嘛呢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 那么长时间了都没动静 这说明就是快了 前老大现在是惊弓之鸟 山穷水尽 这批货对他来说非常重要 他会很慎重 不过志军还真挺有两下子 能把前老大伙给添过去 你什么时候觉得他不行 说实话 他要是干我这事他就不行 他也就干了那些什么坑蒙管片的事 那才是他的专长 不错 算你怎么样了 还在医院 平行结果还没出来 你们说 岳城的配型要是不合适呢 乌鸦嘴 别不说 月红的详细病理丢在那上面 我找了一个相似的血样 跟他调换了一下 结认结果明天就能出来了 都在里边 密码是六个零 叶长 借几天 你就安心照顾你姐姐吧 有什么困难呢 就直说 院里边一定会接近全力 为你还有解难的 工作上的事呢 我会让庆华先安排一下 是 叶长 院长都发话了 你就好好照顾你姐姐 院里的事 我替你扛几天 院长 您说您那么忙 还来看我姐 在这儿 我代表我姐后姐夫 跟你说声谢谢 说这谎就见外了 客气什么 好了 就这样吧 我们走 院长 我负责的项目 您找别人吧 我最近没有心思 别耽误了进度 院长 这件事啊 咱们过几天再说 好吧 院长 我是这儿呢 我姐这儿呢 我走不开 我先请个长假 院长 院长不是说了吗 这个事过几天再说 你啊 好好照顾你姐 从另外一个方面讲呢 咱们现在 是芯片研究的 关键阶段 你可是我们的台柱子 关键是好 你可不能撂跳子 老朱 你不是总工程师吗 这事儿 交给你也是理所当然的吗 我当然是义不容辞啊 可是一开始 就是你在第一线嘛 我要接过来 还得花时间去了解 去研究 时间不等人呢 老院 朱总 你可有的是时间 月长 咱能不能有点觉悟 你看你有困难 领导这么操心 院里帮你解决 院里需要你的时候 你不能因为自己的事情 耽误院里的工作吗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 院里那么多工程师呢 你要干不了 你让别人干 你这怎么说话呢 清华 你不说了 这样吧 月长 如果实在离不开 就照顾你姐姐吧 工作上的事呢 我在安排其他的人 好吧 谢谢您要认证 好 我们走了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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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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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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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军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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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松先生 松先生 您还能行动啊 没问题 好 那我就祝您好运了 王先生 我从来不想去运气 时间不早了早点休息 晚安 咋坏 你好 请问两位有什么事吗 你是干什么的呀 不是 这是你的船啊 我今天来朋友船上 你们来坐会儿 这么晚了 不过在家好好睡觉 跑朋友船上来坐会儿 这有什么好做的呀 干什么呢 赌博呀 不不不 我们就玩两局 玩两局 玩钱了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 坐坐坐坐 坐下呀 坐下呀干什么 身份证拿出来看看 冰洋人 嗯 嗯 你的证件啊 啊 我 没带在身上啊 没带 你证件呢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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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出来拿出来 哎呀 没带着忘了 忘了 忘了 嗯 都忘了 恐怕是不敢拿出来吧 啊 不是不是真忘了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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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道 起来起来带走带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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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你是さん 大君啊 不用留花口 用这个 把他们解决定 老大 没必要灭拨看吧 他们一时半会儿醒不过来的 我们有机会走的 你不是说你跟他们没关系吗 那就证明给我看 杀警察可是重罪啊 没人知道 干完这一票 我们就马上离开海场 快点 想什么呢 快点 老大让你开枪去开枪快点 听见门 快点 开枪 开枪 快点 开枪 快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What's that!? 起来吧 大哥 你只还狠 下手够重的 你来了 你找的下手太狠了吧 老大伙 他们不是条子 你在试探过 都是自家兄弟 真金不怕火链吗 是条汉子 跟我干吧 有钱咱们兄弟一起赚 我跟你干没问题 只怕我会抢了某些人的饭碗 起来吧 扶他起来 最近一段时间 深海研究院那边很安静 我想咱们的对手对那 应该也没什么想法了 有句话你听说过吧 想水不开开水不响 安静并不代表太平 芯片正在破解 他们不会无动于衷的 钱驴也有技穷的时候 蓝蛇这事对他们打击很大 这口气他们且缓了 他们不会轻易放弃的 吴处 一打没费事都料了 据老原介绍 钱老大最近要接一批货 是从海上过来的 但是具体情况他不清楚 不过他倒是交代了一个重要信息 他曾经给钱老大介绍过一个老板 叫王维涛 他们之间有过几次生意的往来 但是具体情况他也不清楚 王维涛 钱老板 我听说你的码头现在风急浪高 王老板 任凭风浪高我行我的船 这点小事算什么呀 海昌码头上谁说了算呢 那这批货什么时候到 哎呀 现在风急浪高 船暂时靠不了岸呢 在风急浪高也该有个避风的地方 你是谁呀 钱老大总会有办法 啊 办法是有的 只不过就是路途远一点 风险大一点 那大 那价格当然也就高一点了 说 多少钱啊 五十个 一下子涨三倍 你是狮子大开口趁火大姐吧 哎哟哟哟哟 王老板 您可是游艇俱乐部的大老板呢 这点钱算什么呀 咱们不是一锤子买卖 以后还有很多合作的机会 钱老大不要把自己的财路堵死 四十个 怎么样 行 看在王老板的面子上 老规矩啊 要现钱 没问题 好 就这样吧 阿长 老大 这两天就要动身 你弄辆货车去 你干嘛去 去外头偷偷气 不行吗 偷偷气 手机拿着 你什么意思 老大说的话没听见吗 现在干活 这是规矩 是线称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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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称 给他 只要保证货户能安全抵达 另外月城的配型明天就能出来 你要的药品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 很好 我正等着用 这个月城估计不会轻易就烦 你要有所准备 我明白 再见 这么些年就想谢谢 一直没机会 这下好了 不用做家务了 我也可以 好好地谢谢了 请问你们是月红的家属吧 我是 我也是